提及娱乐圈的演员夫妻 吕逸和钱永成是知名度颇高的一对 据悉,两人结婚已经七年之久 不过,婚后却一直没有孩子 算来,两人已许久没有同框了 因此外界曾多次猜测 两人的感情是不是出了问题 为何不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在一起生活 很多粉丝也表示 过往性格颇为明朗的吕逸 如今也低调了许多 9月3日,有网友晒出钱永成与女学员搭戏的视频 虽然两人的互动与举动是在配合工作 但女学员的举止与钱永成的表现 怎么都让人觉得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彼此之间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都过于暧昧 明显已经超出了正常男女关系的范畴 据了解,钱永成早先就创办了培训机构 有很多小女生怀揣着明星梦 花费巨额学费来钱永成培训机构学习 企图能够从她这里获得演戏的机会 钱永成私下也给这些学生教学 把自己的表演经验传授给这些学生 但没想到,钱永成经常编排一些亲密戏 让学员来表演 从曝光的画面看 这位穿着亮丽的女学员 一手搭在钱永成的肩膀上 一手搭在她身上 眼神寒情默默,深情至极 显然已经是相当入戏 随后,钱永成把眼镜戴上 这位女学员便直接上手抚摸钱永成的脸颊 只见女学员亲密接触后 嘴都笑得合不拢了 显然一副表情失控的样子 紧接着,这位女学员又抓住钱永成的手 两人还自然而然的眼神对视 虽然钱永成的表情与情绪起伏并不明显 但这位女学员心花怒放 眼神就没有从钱永成身上移走过 女学员站起来后 钱永成顺势抓住她的手 两人还聊着天 不知道是,还以为是情侣 牵手的动作很自然 钱永成一直抓着对方的手不撒手 脸上还露出一丝笑容 这位女学员还扭动身体撒娇卖萌 从钱永成的微表情可以感受到 她似乎很享受其中 虽然身为表演导师 但钱永成毕竟是有负之福 在教学过程中 自然需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尤其要注意与年轻漂亮的女学员保持起码的边界 据悉,这也并非钱永成第一次在婚后传出花边新闻 早在去年,就有网友爆料 钱永成疑似被富婆包养 眼下的培训机构就是她与这位富婆联手创办的 学校还以两人的姓名作为名称 不知实情的人还以为两人才是正儿八经的夫妻 此外,在女方生日的时候 钱永成还为其更新动态 配备的文案上是裸裸地写着我爱你的字样 疑似在向对方隔空示爱 两人的合影照片也是举止相当轻易 在女方甚至直接依靠在钱永成的肩头 不过钱永成虽然数次与这位女富婆传出恋情 但吕逸曾亲自发布动态为老公成亲 还晒出两人合影 直到近段半年,吕逸与钱永成的互动愈发减少 据悉,两人当下还两地分居 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北京 两人今年过年也没有在一起团聚 种种迹象都能表明两人的感情并非那样亲密 如今,钱永成与女学员的亲密视频又被曝光 不知身为妻子的旅一会做何感想 想必在贤惠宽容的妻子 想必也不能一直容忍下去 毕竟对彼此忠诚专一 是维系婚姻与爱情的起码底线 好的,观看, frequent贤惠宽容的离子 考虑却在相对愿性的 一面来又是一次 是由我来,看着你 好,看着你 在五逢街上的 我чесiling